花莲强车后台九线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毁损严重 双向交通中断了四天 公路局抢修团队进驻抢修 在今天下午两点顺利搭建了钢垫桥 傍晚六点就开放小行车通行 但有不少物流车急着要北上送货 中午不到十一点就已经在现场排队等待 长长车龙焦急等着北上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毁损严重 经济抢修后公路局表示晚间六点才开通 但中午十二点不到就有不少车辆开始排队 从南回太远了就听说有了塞车啊 就不敢过去那里就叫我回头又排这边排队啊 就算说没有通海市要等啊 海市在这边等啊 总高雄早远的啦 沙石车的他们都难绕啊绕一圈这样 菜也没有办法让你撑那么久啊 台湿新闻团队跟独家挺进苏花公路灾区前线 直击抢修团队进驻大清水隧道的状况 天天跟着时间赛跑终于完成钢便桥搭建 让受困民众脱困 也让要北上的物流车能顺利通行 有有有你赶快过来赶快过来 有余震了 同样也还在努力抢通的泰鲁阁内 因为余震不断土石崩落严重 让作业困难重重 台湿新闻团队跟着香代表挺进花莲 泰鲁阁灾区前线用镜头记录现场画面 陆树崩落 道路被碎石黄土掩盖 一颗颗巨石就挡在正中央 泰鲁阁双向出路口都有大石挡到 对比昔日的观光圣地 现在各处打卡景点都被落石砸毁 但香代表无奈表示 枪震后仍有游客开车想要侥幸硬闯 随时会有落石帮他宣导 然后帮忙阻止他们进来 刚刚就有一个游客也是要跑进来 我是不要再进去了 就连中横路况交通资讯站的脸书小编 也忍不住在网路上发文 要大家不要再问泰鲁阁 什么时候开放通行 现在说泰鲁阁内宛如战场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余震不断就算抢通了 你真的敢走吗 现在抢通搜救是第一要务 强震重创华联 漫长的重建之路 感谢无数无名英雄 挺进灾区加入救援工作 以及继续报道